2 1 請 財團法人法律輔助基金會 在新竹地區設立新竹分會 已經15年了 由於申請輔助的民眾越來越多 服務志工也漸漸增加 讓原有的會所逐漸不服使用 在新竹地方法院的大力相助下 法服新竹分會在8月正式 遷移至竹北市少年關護大樓一樓 並同時成立全台 第二個原住民法律服務中心辦公室 我想法服基金會這麼多年來 從成立的時候 一年的承辦的案件大概有兩三百件 到現在已經成長到2200件 那對我們新竹縣的偏鄉 以及我們這個不所謂的不是靠山 不是靠市區的 所謂的不山不是的一些鄉間的 一些鄉親朋友 可以講幫助非常的大 因為法律的事情確實很複雜 那又鄉下的人又不懂 又不知道怎麼來打官司 那法服基金會裡面的這些律師 都是義務的律師 而且都是一線的律師 他幫我們來解決很多的問題 法服會新竹分會長陳恩明表示 法服會以幫助弱勢民眾為服務目的 民眾若經濟狀況有困難 無力聘請律師都歡迎向他們提出申請 他們會提供最專業的協助 其實大家也不要在乎說 到底什麼案件可以來 通通可以來問 我們這邊的承辦人都很專業 他們會依照我們所有 法服基金會裡面的規定 他會依依請你攜帶 譬如說這個戶口名簿啦 一些相關的經濟證明 就可以把它帶來 我們審核通過之後 就會派律師給你 那甚至有些狀況是說 民眾的經濟狀況 超過我們標準一點點的話 我們還是會扶助 只是在最後的這個 扶助的結果的時候 我們會請他部分負擔 譬如說也許他要請他部分負擔 五千塊律師費就好了 那不用像外面 你可能要花個八萬十萬的律師費 所以這個民眾的部分 都不用擔心 就盡量來申請 那我們都會提供最好的服務 原民法服中心辦公室 以專責辦公室配置專職律師 能夠顧及原民訴訟案的特殊性 進一步確保法律輔助的目的 原總部設置於花蓮 為了兼顧西部地區原住民 這次特別在新竹縣 設置西部辦公室 如果是以刑事案件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在以 跟原住民族文化衝突有關的案件 當然我們以桃園新竹苗栗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森林法 狩獵 這個野生動物保育法 那在土地的利用上 其實因為原住民族社會向來 過去是一個比較屬於沒有文字 沒有像現代法律的 這樣的一種 這種管理土地的方式 所以在經過了兩三代之後 那個繼承關係 因為族人的遷徙 就產生那個土地之間的糾紛 所以這個大概都是在 我們輔助案件上面常見的 那幾個比較具有特殊性的案件 像這個我們非常重視 大家都非常重視家事事件 所以家事事件 我們都會說要以現在的標準 就是以孩子的最佳利益 為原則去考量 那但是如果今天是一個 原住民族的家事事件的話 我們這個孩子的最佳利益 其實也必須要納入 原住民族的文化 原住民族的家庭關係 然後來做考慮 所以這個也是 我們在原住民族案件上 它特別的地方 法福新竹分會 每年在新竹縣市 提供約兩千八百件 法律諮詢服務 頒遷至新職後 相信能夠持續協助地方 成為弱勢民眾 尋求法律諮詢的最強後盾 凱破新竹簡書期 採訪報導